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毓文踢爆之说文解字》第三集 今集要和大家讲逻辑 逻辑 Logic 或者叫做理则 就是推理推论 属于哲学范畴的思考方法或者工具 即使我们不从学术层面去讲逻辑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日常的语言 有时你都会听到例如 你这样讲不合逻辑 他讲话没什么逻辑 所以大家对逻辑这个常用词语 并不陌生 逻辑思维 Logical thinking 属于抽象思维 有别于形象思维 即是藉着概念推论判断 去反映现实 先秦时代 百家争名 明家是以辩者而文明 辩者是诠释实与明 来展示观点 形成一套逻辑理论 这是中国逻辑学的基础 严幅就是以明学这两个字 来翻译西方的逻辑学 但是 今天我要讲的 不是大学课堂里面的逻辑学 逻辑思维 或者逻辑谋误 而是今天 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 和一国两制已经破产的香港 人的言论和行为有两种逻辑 一种叫做逻辑 另一种就是中国逻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白纸黑字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即是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中共的北京市委书记蔡奇 最近下令驱赶北京的低端人口 升息俱利 强调驱退行动必须要果断 要刺刀见雄 敢硬碰硬 低端人口 即是 无权 无势 无材 无产阶级 现在在高举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棋 仍然坚持以工农群众为基础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无产阶级 竟然成为被压逼 被专政的对象 按照这样的逻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就是打压基层 霸凌弱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国两制 因为高度自治 香港人的理解和中国人 特别是中国领导人 可谓南言北辰 一人一个喇叭 各吹各的调 即是九五答八 香港人认为 一国两制高度自治 就是港人治港 中国政府就说 一国两制高度自治 是中央全面管治权 与香港特别行政区 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结合 人们不禁要问 这个究竟是什么逻辑 答案就是中国逻辑 按照这样的中国逻辑 民主就有两种 一种就叫做民主 另外一种就叫做中国民主 而习近平口中念念有词的所谓依法治国 肯定就是中国式的依法治国 因为在中国 就是领导人说了就算了 可以依法治国 也可以不依法治国 今后在大学课堂里面 讲授逻辑学的老师们 一定要告诉学生 逻辑是有两种 一种是逻辑 另一种是中国逻辑 多谢各位收看 下集再见